斯玉就把间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虽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竞斗顺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 约瑟虽沦为阶下囚 由于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凡事顺利迈向成功 换句话说 上帝是一位可以将咒诅 转化为祝福的神 对许多身陷悲苦的人常常会问 为什么我的生命有那么多的痛苦 有那么多的咒诅 甚至有人疑问 上帝为什么咒诅我 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将咒诅消除 其实上帝不是咒诅的神 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那为什么上帝不应允我们的祈祷 让我们有求必应 心想事成呢 柏拉图曾说 对一个小孩最惨酷的待遇 就是让他心想事成 其实对基督徒何尝不是一样呢 如果凡事都有求必应 心想事成 基督徒的生命不再需要磨练 结果变成一群 软弱受宠的孩子 上帝也沦为人类的摇钱树 补动的神 事实上上帝让叶瑟继续留在尖里 因为没有尖义的遭遇 就没有埃及宰相的高位 就无法完成上帝对普世救恩的计划 有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小女孩 常常为着自己生来的黑眼珠而埋咽 因为不像她妈妈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 妈妈安慰她说 上帝所赐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你不要烦恼 有一天你必然会明白上帝的心意 爱丽丝长大后蒙神的呼召 成了前往印度宣教的一位宣教士 当年的印度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国家 禁止传福音或宣教的行为 所以很多宣教士都被七族促进 当时有个风俗习惯 所有的女子都必须蒙着头部 作为一个西方的宣教士 当爱丽丝蒙着头只露出一对黑色的眼珠时 结果没有人可以认出她是白人 因此她可以在印度非常自由地宣教 通行无阻的也没人去干涉她 她终于领悟妈妈当年所说的话 没错 上帝所赐的都是最美好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在你那里没有咒诅 你所赐的或是你所引起的遭遇 它永远都是我们的祝福 求你赐我们这样的信心 将所有的怀疑转变成信靠 将一切的埋怨转化为感恩 好让我们的生命常常经历上帝将咒诅 转为祝福的神迹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